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 Come on! 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 我的不少朋友都来自越南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国家。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,那就是很想看一看下雪。 还有打雪仗、堆雪人。 下雪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普通、太平常了,因为我来自中国北方嘛。 不过对于生活在东南亚的朋友们来说,下雪的确是一件新鲜事。 甚至是一件让人感到激动的事,让人感到浪漫的事。 因为在这些国家没有冬天,当然也不会下雪了。 那么想看雪的朋友们可以在冬天去中国的北方体验一下,像是哈尔滨这样的城市。 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,实际上下雪这件事有时候挺麻烦的,甚至还会给我们带来危险。 因为下雪会影响交通安全,很多交通事故都发生在下雪天。 就连出门走路的时候也得十分注意,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倒,就可能摔一跤。 所以如果雪下得很大的话,就必须清扫路上的雪,这就叫做扫雪。 只有把雪扫干净以后,我们才可以放心出行。 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们,你们还想看下雪吗?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学一个和雪有关的表达吧。 应该是和扫雪有关的表达。 这句话就是自扫门前雪,自己的字打扫的扫,房门的门,前后的前,下雪的雪。 自扫门前雪的意思就是,自己把自己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,而且只是打扫自己门前的雪。 别人家门前的雪,或者是马路上的雪,那就不管了。 自扫门前雪这句话可以用来比喻一个人非常自私,只考虑自己的利益,不考虑大家共同的利益,那就更不会考虑别人的利益了。 这就是自扫门前雪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了。 那么你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人吗? 或者你周围有自扫门前雪的人吗? 让我来想想看,你先来听今天的对话吧。 大鹏,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得低点吗?我有点冷。 哦,我热得要命,你居然还冷? 哦,要不你还是穿件外套吧? 哎,你这个自扫门前雪的家伙,你也太自私了吧。 我,我,我猜不是呢?是你,太奇怪了。 大鹏,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得低点吗?我有点冷。 哦,我热得要命,你居然还冷? 哦,要不你还是穿件外套吧。 哎,你这个自扫门前雪的家伙,你也太自私了吧。 我,我,我猜不是呢?是你,太奇怪了。 嗯,夏天来了,在你的办公室里,或者是在你们家,大家会因为空调的温度产生矛盾吗? 发生过空调大战吗? 呵呵,我是一个不喜欢冷的人,所以即使在夏天,我也不会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。 如果发生空调大战的话,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好办法,那就是把空调的遥控器交给女生就好了。 让她们来控制空调的温度吧。 在家的时候让妈妈管,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听女同学的,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听女同事的,这样就没有矛盾了,毕竟女是优先嘛,你觉得呢? 不过,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,我们都别做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人,都别做一个只考虑自己的自私的人。 那你明白自扫门前雪这个表达怎么使用了吧? 不过,近些年来有人有不同的看法,他们的意见是,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门前的雪扫得干干净净的话,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不就干净了吗? 意思是,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的话,我们这个世界不就没有问题了吗? 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,你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好,我把我应该做的事做好,他把他应该做的事做好,每个人都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的话,我们就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麻烦了,我们的社会也就不会有问题了。 所以他们认为自扫门前雪并不是不好的行为,并不是自私的表现。 嗯,你怎么看呢?你觉得呢?我的意见是这样的。 帮别人扫雪的前提是,先要把自己门前的雪打扫干净。 帮别人扫雪的人必须得到称赞,得到表扬。 但是,不帮别人扫雪,只扫自己门前雪的人,我们也没有权利指责和批评他们。 不过,如果连自己门前雪的人都打扫不干净的话,那就太不应该了。 你说是不是呀? 因为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,不给别人带来麻烦,是最低的要求,是底线。 你说呢? 总之,自扫门前雪这个表达就是来比喻一个人很自私。 你明白了吗?好,那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,拜拜。 大鹏,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得低点吗?我有点冷。 哦,我热得要命,你居然还冷?要不你还是穿件外套吧? 哎,你这个自扫门前雪的家伙,你也太自私了吧。 我,我,我,我猜不是呢?是你,太奇怪了。 大鹏,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得低点吗?我有点冷。 哦,我热得要命,你居然还冷?要不你还是穿件外套吧? 哎,你这个自扫门前雪的家伙,你也太自私了吧。 我,我,我,我猜不是呢?是你,太奇怪了。 做广告,做广告,说中文播客做了一年多了,我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。 如果你愿意资助我的话,那就太好了。 请登陆一个叫Patreon的网站,patreon.com slash大鹏,P-A-T-R-E-O-N dot C-O-M slash D-A-P-E-N-G 我已经把链接丢在说明栏里了,快去看看吧。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,让我好好,谢谢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